朋友们,孕妇怀孕后真的要注意好多细节问题 怀孕前要是牙齿有问题的,一定要把牙齿看好再被孕 怀孕后也要格外注意一个牙齿护理跟清洁 要不是大白跟我说,我之前是真的不信 牙齿上面的事情还会导致流产 那么鸭脑怀孕已经22周了 你们是知道了,他田池是没有停过了 结果呢,就是大白那里报到了 然后当时呢,我们还被一顿说 怀孕后牙齿出问题,还不能够轻易用药 回家一说,那也是真的有点后怕啊 不信呢,你们可以自己去搜搜看 很多的真实案例呢,触目惊心 但是,现在我在中国 啊,对,因为你们可能不是很清楚 在国外考虑到药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跟潜在的危险 孕妇如果遇到牙伤的问题呢 往往只能靠自己扛过去 那么,医院一般是不会给开药的 但好在国内,我们有历史悠久的中药 中药通常在选用天然草本植物为原料 经过精细的炮制和搭配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经过了数千年的验证 就像这回,大白那家给亚拿开了 西帕衣植物含塑水 用了也就两三次吧 亚拿的牙龈见红 种种痛痛的情况呢,就一点点的消失了 那么这个西帕衣含塑水 背靠的是新疆有名的民族药企 新奇康 新奇康细心研究中药民族药30多年 坚持挖掘新疆特色为药资源优势 以中药民族药为主体 不断继承创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同时还具备多项专利 墨石子提取技术就是其中专利之一 西帕衣含塑水的主要成分是墨石子 又称春虫秋果 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 其形成过程需要经过春夏秋三季 是植物和动物共同运用出的保障中药材 西帕衣含塑水虽然好 但归根到底它还是属于药类 当时大白给我们开了这个含塑水 我还特意收了一下 发现它就要开始进军一个日化赛号 把墨石子成分也应用到了牙膏里面 所以呢,我立马就给亚拿买了两管 我和亚拿现在用的都是这个西帕衣的牙膏 那么它的膏体呢,是绿绿的,还带伞 看上去还蛮高级的,对吧 那我是平常比较容易长潰潰痒痒 要么鸭奶主要就是甜食吃得多 容易呢,牙齿痛,牙齦痛 我们俩试用了一段时间,确实不错 自从用了之后,我就再也没长过溃疡 刷牙镜头的情况也不存在 鸭奶也说感觉还不错 牙膏还有淡淡的清香 它还挺喜欢的 对,我非常喜欢 对,最最最重要的是 里面是中药的充肺 鸭奶怀孕期间呢,用者也比较放心 她怀孕之后的每个东西呢,都得看一些充分表 可是看得非常的仔细了 西帕衣牙膏是个好牙膏 但可惜的是,由于宣传的不足热度不高 也就新疆本地的一些朋友知道 真的希望更多的孕妇跟准妈妈们 能够了解并尝试的去使用西帕衣家的这一款 护蚌健持牙膏 让孕妈妈们在整个孕期都能保持口腔健康 同时,也期待西帕衣能够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可这款优质的中药日化产品 最后,让我们一起为宣传优质国货和中医药文化而努力 为孕妈妈的口腔护理,健康护航